八旬敦煌彩素艺人鲁琴学 耗时四十余载摸索敦煌彩素的制作工艺 他创新立体壁画 选取部分墨高窟里平面壁画中的佛像形象 就地取泥 制成了便于游客携带的立体彩素 灵动小巧十分受欢迎 鲁琴学的彩素场 实际由一所废弃的乡村小学演变而来 教室中央陈列了许多精美的彩素 造型各异 做工细致 大多是以墨高窟内的佛像形象为蓝本塑造 因为这个墨高窟洞窟里头 这个佛菩萨唯独壁画 它这个前置百拍 各个洞窟都不一样 造型也很优美 虽然小 这个主要是墨高窟笔画上的 北魏啊 北周啊 这个时代的 它的风格不一样 壁画上的造型很优美 我把它塑成这个圆雕 塑成一组一组 这个很受欢迎 鲁琴学介绍 将壁画中的平面形象做成立体彩素 最大的难点在于想象 要捏出神形兼备的韵味是最难的 身体弧度怎样设计 表情是否饱满圆润 每次都要反反复复设计很久 才能捏出让自己满意的敦煌神韵 目前在鲁琴学的彩素场里 陈列的彩素有两种 分别为传统泥素和陶制彩素 在用料上 它采用敦煌本地的泥质进行塑像 用原汁的泥土 塑出原味的墨高窟 改写了自古敦煌不成陶的历史 冬黄的这个泥含山量大 它主要的就是发到洪水以后 沉淀下来的那一层泥 这个泥性格比较紧 年性比较大 好上彩 这是冬黄采出得天夺厚的一个特长 过去冬黄没有陶 现在不是这个发展了以后 这个旅游传练很胜利吗 有些要求带这个东西 泥的不可带 也不可保充 烧成淘的以后 可以永远保充 它是耐酸耐减耐腐蚀 墨高窟有壁画4.5万平方米 泥质彩素2415尊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在鲁琴学看来 敦煌比较内秀 以致敦煌彩素工艺品 藏在深归不被认知 他先后收过十几个徒弟 免费教授记忆 后来 有的徒弟前往外地发展 大多中途改行 如今伴在身侧的只有一个女儿 索性女儿自幼十分喜爱这门手艺 和父亲一起捏好手中的泥 让更多的人知道敦煌彩素的魅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